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有贵人很重要 有没有贵人很重要 四十拉我们一把 然后只点一条名路 对吧 比如说如果有人打拼 刚才有人会打拼 押医生 这样就是贵人 对吧 关卡有很多嘛 还有什么关卡呢 什么关卡都领扣不到 考不倒我们老师 欢迎陈冠宇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廖一花老师 还有白宇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来 生命一关一关过 勇往直前跨灾祸 还有押韵 真搞 小编就搞 来 欢迎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顾姐 欢迎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 来 接下来欢迎康玲 嗨 大家好 关关好过 关关过 这两位你别看美女 老天的妒忌红颜 这两位美女 对啊 哎哟 说日子哪有这么顺利 哪有天天过年的 但是他们要保持勇敢 对 保持勇敢 保持正向 保持乐观 固解美女 固解当你以前的过的生活 都像仙女一样 你就这样 每天就这样 你也没在烦恼 我现在走路都像在飘 也是仙女 你也没在烦恼 结果前一阵检查出来 罹患了大肠直肠癌 对啊 而且还是四季 而且说现在这个大肠直肠癌 都不管年纪 很多年轻人也是有 那你有 你有心来刺一下 我完全不敢相信 对啊 怎么会是我 对不对 因为我做大肠水疗十年 我认为我这辈子 最不可能得到的癌症 就是大肠直肠癌 你平常是有的保养就对了 大肠水疗 都是灌水进去 抢后清洗 对 我家有机器 我的马桶旁边就有机器 而且我出国还带那个水疗袋 我每天用早晚各一次 可以这样用吗 就是传说中送夫人 对 就每天都是这样子 他每天做大肠水疗 还有天天按摩 我是没有那么有钱 因为他有很多水腹 他活到106岁 你没有 你也指望说可以 至少可以活到 我本来指望我可以活到 120岁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年岁 是120岁 我是基督徒嘛 是 结果你虽然这么的保养 大肠水疗这样在做 但你还是得到大肠直肠癌 对 但是我的主治医师说 我的大肠水疗 跟我的直肠癌没有关系 因为我现在还是每天做 因为我不做没有办法 上厕所 对 我就是已经习惯了 我今天早上还搞了一个钟头 对啊 每天就是要把它清得很干净 我才会通体舒畅 那你的大肠直肠 现在是有到什么程度 多严重 我是四起 然后我割掉五公分的肿瘤 它就在肚脊底下这边 四起 总共几起啊 总共就是四起 没有 没有第五起了 总共就四起 但是我只有蔓延到肝 还没有到肺 所以你当初是送了 粪便检体到医院的免费筛检区 对 那是另外一家医院 我等了两个月都没有报告 后来我朋友看一下 没办法做是好事啊 没有 他没办法 那不对 我已经血便一年了 他跟我内疹 他说我是内治 所以我就不管他 我心里想我大肠水疗 我排得很干净啊 我会像讲宋美丽一样 我会活很老啊 对不起 大肠水疗 是在疗什么的 是疗天的还是疗 在滑手机用的 排毒啊 排毒 把里面 就是你的粪便 不要吞心 它就是有一台机器 里面有滤芯 它把那个水滤的 像我们喝的水一样的干净 然后呢 它就是 它其实只有到达你的那个 肛门里面大概三公分的地方 然后就借着地吸引力 它就水 那个水压是很小的 因为是自己在家里面用的 它是很安全的 不像我们在医学美容 做的那一台大台 那个压力比较大 旁边要有护理师 那它慢慢慢慢下来 它就清得很干净 就是平常如果我自己瀑布 很自然地瀑布完 我再用大肠水疗机 还是会有一些脏东西出来 所以我就认为我排得很干净啊 我认为我这辈子一定不会得大肠 所以你去检查两个月 那个检体没有报告出来 没有啊 然后我朋友就看不下去 他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都吃不下了 然后瀑布都瀑布出来 我一样就是出国玩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要搞一个钟头 用大肠水疗一边用一边按摩 我朋友就介绍我到北医 看一个消化内科的女医师 女医师呢我就跟她说 我要做无痛的肠胃镜 就是打那个泡泡泡 然后胃镜跟大肠镜一起照 然后呢我就出国去玩了 北医就打电话给我 叫我赶快回诊看报告 我心里想是因为我长得太美 结果不是 是因为很严重 然后呢我回来看报告 那个女医师就跟我说 你看你这边有一大块的东西 回来一看之后就已经四期 没有那时候他没有跟我讲 是另外那个副院长 帮我开刀的那个副院长 他安排我住院三天两夜 我去做了断层扫描 核持噪影 然后做了这两个检查以后 他才到我病房跟我说 你是第四期 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管他 我就召开记者会 我找记者来说我二到三期 我不相信 我拒绝相信 我认为我不可能四期 我还认为我初期而已 我会不会可以问一个很笨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觉得是情绪 后来我有去Google 有一个人他 寄了一封Email给我 他说癌症是症不是病 它是一个情绪 因为我很多事情 我都是负面思考 我认为我跟唐宁有点一样 因为唐宁以前是很压抑的 你说你是负面思考型的人格 表面看起来 对 里面不知道怎样 对 但我里面我任何事情 只要是结果 我一定都是 这件事情不会成 我一定是负面思考的 姐姐你不要忙 不要一直拉 把我们麦线拉掉了 对 我在想 我的线怎么那么长 然后把这边头发 稍微剥后面一点 谢谢你 人家医生说 第四期叫你安排住院 你说 你又这样 不在乎 你还排着饭局 不行 先约会去吃饭 晚一个礼拜才去住院 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群组 有三十个人 有三桌要吃饭 所以这样的灾煞 就是它身体的水道淤积 淤积就表现在 它身体的内分泌系统 跟淋巴有关的 跟内分泌有关的 跟这些腺体有关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般基本的 基本的检查之外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多做一些 甲状腺的检查 或多做一些 淋巴腺头的检查 就请你再多做一个噪影 让你就是在 基本的健康检查之外 可以再去多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我们都在调杂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调杂巴大神APP 等你哦 那医生说第四期 叫你安排住院 你又这样 不在乎 你还排着饭局 不行 不行 先约会去吃饭 晚一个礼拜才去住院 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群组 有三十个人 有三桌要吃饭耶 那很热闹 我很喜欢啊 我喜欢出去跟朋友吃饭啊 那吃饭更丟了耶 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忍耐那么久了 OK 好吧 好吧 都已经四起了 那就随便你怎么住了 对啊 那后来就住完就 就开始住院 然后就开刀这样 三天两夜的检查做完了 医生本来就要安排我 马上开刀了 我就说不行啊 我还有两个饭局啊 我吃完再来啊 所以又隔了一个礼拜 我才住院 然后住了两个礼拜 动了两个手术 第一个是开掉那个 五公分的肿瘤 第二个是 干的电烧的水泡的手术 你看听他讲 是不是很想给他 担一下去 他在手术前一天 然后告诉我说 他就是要进手术房了 然后我就想 很惊讶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想说去为他祷告 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没有再好好休息耶 你在干嘛 我那两天好忙喔 他好忙喔 他约了一些 不是一堆朋友都跑来看我 他们看到 我28号打电话给记者嘛 然后28号我住院 28 29 两天 我到30号才开到 两天都有四组朋友来看我 然后他就忙着要帮朋友说 你要喝什么 要坐倒 要开工 要安装 肚安装 我想说你可以 可以要再周到了 对 我要跟他们聊天啊 好像也没有不好啦 因为反正是急啦 你哭也是四级 对啊 他都来帮我祷告耶 是喔 他是真的人也很好 真的很多的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好啦 你这么乐观 然后也真的是很异于常人 那我也祝福他 因为他像这个是 抗癌成功的人就有特性 就是乐观跟勇敢 然后我觉得 好好好你有具备了 那就为你祷告 为你加持 虽然他那个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他有跟我讲 他的状况 然后我一听就想说 你跟记者讲你二三期 这一听起来就是四期啊 但是他们搞得清楚吗 但是是什么逻辑跟原因 是医生说你四期 然后你自己去开记者会 说二期三期 他拒绝承认 他否认 那你为什么要开这个记者会呢 你觉得记者会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会有朋友问我 我很烦啊 有时候看他的状况 我都在想说 你是不是怕得打开去啊 但是我们就在支持他 我都睡不着觉耶 需要一点友情的 的力量的支持啦 对 他这么多朋友来看他 他感觉到 那个感情 感觉很好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我大姐哭好多次 他问我怕不怕 因为我大姐很怕痛 我跟他说我完全都不怕 你知道现在的医疗手术 多贴心吗 他有一个自费980块的 我们不是都要空腹动手术 然后还好几个钟头出来 都皮皮串 他把我全身包裹棉被 然后弄一个 弄一个电风扇 热的吹 然后再帮我上全马 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 全身都还是暖和的 然后对 一跟我推到我的病房 马上就马飞让我按了 我都没有痛耶 没有冷耶 都没有痛 没有冷 只是有点恼乌 来 好 来 我们请教一下 廖玉华老师 今年的下半年 什么生肖命格的人要留意健康警讯 好 我们来看看 2024下半年 有哪些生肖命格的人要注意他的健康 那其实呢 每年定期的健康检查 本来就是基本的 我们政府好像有记得在40岁以上 所有的民众 他都会有一些开始免费健检 为什么 因为癌症 他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东西 用久了 他又开始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很少在40岁以下 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先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 2024下半年需要留意健康警讯 是请大家 在基本的健康检查之外呢 请你在特别加强检查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 是属羊 然后他在农历的九月丑食生 他检查什么呢 他要留意内分泌系统 然后还有呢 他的甲状腺 他的淋巴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这个2024下半年呢 我们会有病煞 灾煞 跟结煞 这三个煞呢 碰在一起 那刚好呢 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对冲 那这样的对冲呢 会对于这样生效病格的人呢 造成他身体上的属羊的人呢 他农历九月丑食生 他对于他身体的水稻 那会造成一些影响 他的水稻都会淤积 所以这样的灾煞呢 就是他身体的水稻淤积 淤积呢 就表现在他的身体的内分泌系统 那跟淋巴有关的 跟内分泌有关的 跟这些腺体有关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一般基本的 基本的检查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多做一些 甲状腺的检查 或多做一些淋巴系统检查 就请你再多做一个噪影 那让你呢 就是在基本的健康检查之外呢 可以再去多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看哦 鼠猪他在农历四月的亥子生 他在家乡检查什么呢 他要留意他的消化系统 跟他的我们的胃 大肠直肠 就是我们整个消化肠胃道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摘煞呢 它是属于土石崩落型的摘煞 什么叫土石崩落 本来它东西就在那里 就像我们的肠胃 它可能有息肉 可是息肉它本来就在那里 可是息肉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小小的肿块 或者是它只是多长了一个痔疮 可是年纪大了 时间久了 它在那边慢性发炎 发现到后来呢 它开始变化 它就变成不好的东西 那你可能本来就 我本来就有痔疮 所以我上厕所 本来就会有一点点的颜色 或者是不太好 那如果一直觉得 我本来就是这样 那就很容易就轻忽它 所以呢 如果你是属猪呢 农历四月亥子生呢 就请你特别的今年 一定要多加多加钱 然后去做一个无痛的肠胃镜 如果呢 你有呢 就是我们讲说 边边的状况呢 有持续一周以上的异常 也请你呢 再特别去加强这样的检查 好 第三种呢 我们来看咯 这个是 我就去签了玉立医疗 因为其实在一些生命的末期呢 那些医疗有时候只是增加 你死亡的时间跟长度 然后很多很多的折磨 那如果不想要这些 这些医疗的话 不想要这些无畏的医疗 对 它是无效的嘛 它只是维持生命 可是其实就是 我认为那是一种痛苦 真的走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可以不用受那么多苦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加把大神马匠手游 即刻下载 好 第三种呢 我们来看咯 这个是属马 然后它在农历五月的子时生 它会碰到什么状况呢 它会碰到心血管 脑血管 还有它眼睛的病变 因为这样子的栽煞病煞呢 冲到是它的整个身体的 属于火的系统 那属火的系统呢 跟我们的眼睛 跟我们的心脏 跟我们的血液 血管都有问题 那这种呢 是一箭穿心痴的一个栽煞 那一箭穿心痴 我们可能平常都觉得好好的 可它一下子出来就变中风 或者是眼中风脑中风 或者是心血管的阻塞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好好做一个 我们的血管噪音 脑血管噪音 这可能我们平常 一般的检查它是不会有的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有这样的状况 这样生肖命格的朋友呢 请你多加钱去做这样的检查 如果呢 你平常有心悸胸的状况呢 也请你呢 不要拖了 就去给医生看看 然后去做一下这样的检查呢 也让自己安心 那基本上呢 不要用Google当医生 还是去请专业的医生 帮你检查 以上跟大家分享 了解 谢谢老师 是 来 唐玲 作为抗癌 已经五年的战事了 你已经有一套 自己面对的方式 你还签了玉力医疗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得了癌症之后啊 让我去注重自己的健康 那其实因为我现在 就是在一个追踪期 然后还在 就是还在危险的 这个追踪期里面 所以我的身心灵跟社会关系 就是要保持一个平衡 意思就是 我的身体啊 还有心灵的状态 都要很愉快 这样子呢 会让我的身体 会比较稳定一点 可是 那你很棒耶 你知道吗 他在那个 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啊 每次好像每个礼拜 都有去关怀老人 固定去探访 他都当人不让耶 一定的啊 因为其实做公益的时候 跟着保如姐啊 跟着亚兰姐 其实在付出给那些长辈 你都不会悲观喔 我当然会 可能长辈活得比你久耶 会啊 没关系啊 我看到长辈 能够照顾他那种心情 所以说你现在说 不管活多久 但是我就是可以 分享我的快乐 价值 对 然后在做公益的时候 我觉得得到快乐 可是回到家 我有时候会想说 好像哪里怪怪的 或者是胸闷闷的 还是头痛痛的 我就会想说 哎呀 会不会我的癌症又怎么了 其实心里会有一些压力跟恐惧 那癌症在第几期 也是四期 对 所以 就最后一期 但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 没感觉到这里痛 那里痛嘛 对不对 对 就很欢喜耶 但是有时候静下来 吃个东西吃太快 就觉得怪怪的 然后其实癌友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都会担心复发跟转移 尤其是复发过之后 他那种对生命死亡的压力 是很大的 于是我就在想说 我到底是在怕什么 我是在怕什么 我就关照我的内心 然后跟我的神祷告 我发现说 原来我怕的是 生命末期的时候 我怕受折磨 比如说我看到有很多人生命末期 他可能植物人 在那里不顶不重 或是插了个鼻尾管 然后没有办法讲话 或者生活没办法自理 我想说原来我怕的是这个 那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末期 我并没有想要这样子 所以我就去签了玉利医疗 因为其实在一些生命的末期 那些医疗有时候只是增加 你死亡的时间跟长度 然后很多很多的折磨 那如果不想要这些医疗的话 我们是要去 不想要这些无谓的医疗 对 它是无效的 它只是维持生命 可是其实就是 我认为那是一种痛苦 对家人 然后对医疗资源 跟对自己 我觉得那不是我要 我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去签了 尤其是重大伤病卡 签这个免费 对 就是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位二等亲的家人 因为签玉利医疗的话 需要年满18岁 然后去医院做挂号 需要有一个二等亲的亲友 去陪同 然后我们就去做 这个医疗的咨询 那我有重大伤病卡 目前呢 重大伤病卡是免费 所以如果你有医院的话 可以赶快去申请去预约 不然要多少钱 大概有三千多 从两千多到三千多都有 每个医院不一样 上市访问说可以打折 就两个人三个人 如果是团体 我们在就是我们优质生命协会 我们就因为我们很多的长辈嘛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团体 团体的话呢 就是好像一个人700块 就是有优惠价 那我就想说 我不用等团体啊 因为我有重大伤病 我就操手刀 跟我妹妹就去预约 然后签了这个医疗 签完之后我就觉得 放下一个心中大石头 因为生命是很奥妙的 当然我害怕的是 那个折磨时间很长 可是其实生命 我们如果真的哪一天 真的走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可以不用受那么多苦 那假如真的生命到那一天 那我们就是放下来去接受 那就好好的去回到耶稣的怀抱 这也是一个选择 可是活的时候就要很开心 除了这个玉利医疗之外 刚刚提到说 可能要有一个二等亲的家人 或者有些人可能不方便 或者是没有的话 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在医院里面同一个柜台 也可以拿到他的申请书 什么这些也可以参考 可以自主去签这个 对这个可以自主签 好勇敢 那你们两个现在是谁鼓励谁 你们觉得 我鼓励他 有吗 对啊 我礼拜天 上礼拜天来打电话 跟他聊了快一个钟头 我去KTV唱歌我找他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正常 你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一般都会很害怕 很恐慌 然后可能要好好的调整他的心态 他没有 他跟朋友在夜夜升歌 然后唱歌很开心 我想说好 这样也是一种快乐的过生活 让自己有能量 他们有压力 那你有没有开始 什么规划财务啦 卖房子啦 或者什么这些想法 我其实都没有 没有 因为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很久 你需要冷静一下的去 了解 问问旁边专业的人是 后面将会面对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除了唱歌跟欢乐以外 不是因为 之前副达人 他要去瑞士安乐食之前 我跟他吃好多吃饭 我找了朋友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他要去安乐食 因为他把胆割掉了 非常的痛苦 他都痛不一声 我还带他去苹果树 就是我常常去的一间 自然疗法的诊所 那边的医生 还有老板不敢收他 因为太严重了 OK 刚刚独龄哥说的你要记得 不然就请教唐玲 虽然你会活很久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很长远 来我们请教一下白玉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 会勇敢面对生死而不逃避 以前说的面对生死 我觉得就是嘴皮碰一下 谁都很容易 事实上生死放在自己身上 会让人想很多 我们今天在心理状态来看 勇敢面对生死不逃避的人 他们都在想些什么 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 我们现在参考一下 太阳上升和冥王星 第三名 天秤座 堵林哥 太阳上升都在天秤 危机处理 追求公平 就是面对生死的时候 我觉得天秤就是 遇到一些危机的状况 觉得人生真有趣 真精彩 我觉得我有用武之地了 然后平常就会觉得怀才不遇 为什么我都没遇到 当然天平不追求坏事产生 但是天平追求个人的价值和放光彩这种感觉 所以真的无法避免一些生死议题的时候 天平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像顾洁月亮在天平 所以他一直强调自己要找朋友要乐观 然后不能给自己泄气 要为自己打气启在那里 也是源于这种辛勤状态 那追求公平这件事情就是 他认为当我的生命要被老天上天上帝收走的时候 我要问自己我活这一辈子 我有没有公平的对待自己 公平的对待我的生命在这一世 就留在这里的这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反而天平 其实平常都是为朋友 很少为自己 那这个时候他反而有机会收回来往内看 我这辈子活得值不值 死之前有没有遗憾 我觉得这些好像离我们就是健康的人很远 或者是离正在跟生命搏斗的人很近 但事实上离得远的人反而要走近看 才能看到我们每天的珍贵 不会因为那些小挫折而觉得说 我干嘛这样就给自己自添烦恼会有内耗 那离得近的人反而要退远一点去看 因为死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发生 我虽然离得近 但是我还有好多事情 我还没有真的跨过去嘛 我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反而可以活在当下去体验一下 我活在当下是什么感受 最后我觉得这种心理状况平衡之下 我们用平静的心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我觉得心情反而是说一切都值得了 总之我有一天会关机 现在关我也OK了 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学天平这种心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摩羯座 摩羯座面对现实冷静坚定 摩羯座必须说他们就是乖小孩 就是SOP医生告诉我怎么样 然后我也想一下我的职责 比如说我是谁的小孩 我是谁的父母 我是什么同事 我手上有什么案子 全部都现实一个一个摸过之后 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脑袋遇到生死很乱的时候 我去接地气 看一下人间烟火 把自己的责任去排一排 他就会肾上腺素起来 就忘记那些就是需要苦痛 需要自怨自哀那种心情了 这种复交感就会比较能安定一点 反而就有点像面对现实的时候 吃一剂镇镜剂一样 这就是人的大脑有趣的地方 那接下来既然能冷静 那我就可以坚定去面对这件事 这个时候就是人一冷静就有勇敢的心 因为我可以去理性的分辨 我有几条路可以走 什么路走得通我可以去做 什么路走不通我不要去幻想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去跟摩羯做学习的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没有食欲了 没有食欲 然后没有性欲 没有碎欲 什么都没有 很严重 都开刀了 还有那个欲咬 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 睡觉 你说睡觉都睡不着 睡不着 我到现在都吃镇镜剂 对啊 我就觉得我一生现在都是毛病 金欲其外 败蓄其中 现在还可以喝吗 现在都没办法喝两口就心悸了 人家也能体谅你啊 对啊 而且我还有品酒师的执照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哦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天蝎座 我们亚兰姐也是顾结上身在天蝎 好 看一下 理解生死 勇敢重生 必须说天蝎每天都在想死的事 向死而生 比如说钱万一都花完了 我该怎么办 朋友都没有了怎么办 这个人今天很好 但是万一哪天不好 我该怎么办 其实每天都在想这些结束开始 怎么那么无聊啊 浪费时间 这是第一 我啦 这是第一 了解人性 我觉得了解人性很重要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 当我理解了世界的痛苦 我才能够有勇气 去欢乐地去过这个生活 我觉得就是人 遇到了自己认识的事情 并且知道它的最大风险 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才有把握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为我知道那最大风险在哪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天蝎比较厉害的地方 当然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 万坛 就是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好 谁都是过客 那我自己人生是不是就一片 就是一次把自己推倒 就什么都不好 可是有了累积之后 人就是这样 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 就像口香糖一样 如果我们一直拉它 它是一直有弹性 如果我们不拉它 它真的就僵死了 对 这就是人的生命力 那天蝎是它内在那个生命力的动力 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没有安全感 它常常有冒牌者争后群 就是我获得这些假的吧 会不会被看穿 有人比我更厉害 我哪天是不是就不行了 对 常常这样 但是人就这样 当我岌岌可危的时候 永远不会跌倒 当我在那边就是浩大喜功 我就这么厉害啊 有一天就会跌倒 所以在这种看起来平常内耗有点重 但是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它可以有那种小草拔起来的那种力量 可以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种力量 我给你拼 对 孩子要的 对 真的以一党时 就是靠天蝎做这种不信邪的这种个性 所以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当我有件事情过不去的时候 天平我自己该怎么办 我要对自己公平一点 保护自己 摩羯我的现实是什么 不要空耗在那里 做点事情让自己软起来 比较能够有生命力 最后像天蝎一样 就是考虑最大风险值 然后我就能进则进 不进则退 我觉得聪明一点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了 谢谢大家 来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顾杰你现在说你已经 你现在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 人生三大欲望 对啊 我在医院 两个礼拜每天都是两只手 都是两个点滴的 一手生理食盐水 一手葡萄糖 生理食盐水是打药 有一些药要跟食盐水一起打进身体 我两个礼拜都没吃东西 中间只有一天 副院长说我可以喝汤 结果一喝隔天就发烧了 然后那个引流管出来的血液 颜色就褐色的 所以我其实是离开了 副院离开了两天 然后我大概住院第三天 还是第四天 我就开始睡不着了 然后副院就开始 你前面讲的 就已经没有食欲了 没有食欲 然后没有幸欲 没有碎欲 什么都没有 很严重 你都开刀了还有那个欲咬 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睡觉 你说睡觉都睡不着 睡不着 我到现在都吃症静剂 烦恼还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吓到了 吓到 要不然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我下礼拜 我过好像下礼拜 我要去北医再看 脑内神经科 我刚才去看心脏科 因为我喝咖啡喝红酒 都很容易心悸 心悸 对啊 我就觉得我一生 现在都是毛病 精欲其外 败蓄其中 现在还可以喝吗 现在都没办法喝 两口就心悸了 就两口一点点 我的朋友说顾姐什么都好 就是酒量不好 人家也能体谅你啊 对啊 而且我还有 瓶酒师的执照 对啊 现在出院了 也比较能吃了嘛 我就跟副院说 我都吃不下 他开给我一瓶那个 香香甜甜的 糖水 有点像糖水嘛 就是增加他的食欲 对 癌症的病人应该 你也有喝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食欲真的蛮好的 而且蛮会睡的 所以这是每个人 他很累 他每天都一直睡觉耶 我都不累耶 他都去做善事啊 去那边跑啊 跳啊 唱啊 我每天行程也很满耶 我从今天到礼拜五 都是满档耶 还睡不着 对啊 但是我前两天晚上 就前天跟昨天晚上 我就做产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 教我做产 就整个气打通 我就睡比较好了 要不然我就是脏气啊 我开刀前也脏气 开刀后一样脏气啊 就是都一直脏气 你还会做产喔 真的多才多艺耶 知道就好 做产算才艺吗 就是小周天跟大周天 他这种 我还会做产 我都吓一下 他气就会打通啊 然后肚子会热热的 然后脚底板也都热的 不会脚麻吗 不会 但他坐姿很难看 金糕啦 还说 对啊 朋友心疼你啊 请你吃超高档的铁板烧 完全都吃不下 因为我到彰化 他是故意的 你吃不下 然后请你吃超高档 就是他就自己吃得很高兴 然后你都吃不下 我没有跟他讲我吃不下 也没有跟他说 我不能吃和牛 因为那时候才刚出院 刚出院的时候 副院长说 我不能吃和牛跟沙朗 我只能吃非力 就是太有的东西不能吃 那人家要请我们吃饭 我们不能太机车啊 当然他说什么我们都好啊 那我先到彰化安养院 看我妈妈 然后再到台中 请吃那个好高档的 厨师在前面 我都在录影 你妈妈现在在安养院 多少年了 三年有了 多大年纪了 应该已经 他28年次的是几岁啊 85吧 85吧 对啊 85 86 这次去 安养院看妈妈 有没有跟她说什么 她都在睡觉耶 上次我去她还认得我 跟我点头 还跟我讲话 我这一次去 她在睡午觉 完全都不理我 所以她也不知道 你生病了 她不知道 我没有让她晓得 跟她讲她 她应该也都听不懂 因为我妈妈是 阿兹海默跟帕金森都有啊 但是你还好她还自己 可以找寻自己的快乐 是 但是你现在是把你的生活 就是安排得很满 所以你安排去唱歌 安排去跳舞 安排去旅游 跟朋友吃饭之类的啊 跟朋友吃饭 对啊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很好啊 跟朋友吃饭 她都在睡觉 我每次赖她都好几个钟头 我后来就直接打给她 有一次还被我吵醒 你现在这个阶段 跟朋友吃饭你想聊些什么 没有 我就唱歌啊 哈拉啊 对啊 就像我上谈话性综艺节目一样 很开心啊 这当然是也没生病 就是过平常的生活 对啊 像我前几天树林的朋友 一人一带一道菜 我也跟人家哈拉得很开心啊 嗯 就是跟以前完全都一样啊 OK 他们也不认为我是 癌症的病人啊 OK 对啊 那讲到这个癌症的病人 吃东西这部分 唐玲说你现在饮食 都是自己动手下足 对就是 现在就是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 就是要吃得好 睡得好 拉得好 还要心情好 而且还要运动 那吃其实蛮重要的 我现在都吃原型的食物 那也会自己去传统市场去买 买一些就是新鲜的 就是看到食物本人 然后我就自己去烹调 就觉得在那个生活里面就是 我觉得有那种活在当下也蛮喜悦的 然后去享受那种 帮自己备餐 其实也有喜乐的感觉 就觉得我有在爱自己 然后不像以前可能都为了 工作名利在那边追求 现在把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 然后照顾好自己的吃的 然后睡觉 还有运动呢 其实运动有一些 像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自己强壮起来 其实在医生的建议里面呢 要中度跟强度 就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其实是对抗癌是有帮助的 那所谓的中强度的运动就是呢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 会心跳跟呼吸加快 然后可以聊天 但是没有办法唱歌 那这样子每一天大概30分钟 一个礼拜要5天大概150分钟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它其实才会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 然后强度是更好 强度的话呢就是 我们除了讲 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是 不会就是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也没办法唱歌 会觉得累 然后这样子的运动强度呢 至少要超过10分钟以上 然后一样 一天 对 你就是这种强度的运动 要超过10分钟以上 而且还要加上重训 这样子的运动呢 才有办法可以锻炼我们身体的健康 才会比较强壮 然后根据就是医生跟所有专家 来去评估这样子的人 他的体能可以恢复 然后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癌症 比较不会复发 所以你有一个特别的运动 叫消气操 对 消气 对 就是 因为我以前很没有 很没有生命价值 在生病之前 为什么会生病 就是因为 我觉得活得很不开心 所以我才一直抽烟 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 一个女明星 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痛苦 那没想到得了癌症之后 现在很多的粉丝啊 就说你现在外表美 你的心也好 所以你有一个特别的运动 叫消气操 对 消气 对 就是 因为我这个人个性比较敏感 像我是胃产生癌症嘛 那我是有很多就是无法消化的愤怒 所以为什么会愤怒 其实可能就是 听到一些生气 就是会让我生气 然后呢 我就很容易生气 或者是很敏感 就是不爽 或者是忧郁恐惧 不爽就对了 那我就发现有一个 古代有一个体操 它叫消气操 做了这个体操之后 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气都消了 它很简单 教我 好 很简单 我访问了顾杰之后 我好想学消气操 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闷着 不要闷着 顾杰你也来过 顾杰你去站我旁边 好 你那么高 差不多时间我要消气 消气操 消气操第一次 就是你的肩膀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 就这样子 然后呢 你的嘴巴要把你的身体的气吐出来 咻咻咻咻 我是呼呼呼 你怎么是咻咻咻 你也可以呼呼呼 但是我是咻咻咻 那我们可以 可以组一个什么 阿卡伯拉 互咻 互咻 对 然后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手这样子 好像鸡这样子 一样就是你的手肘去拍打你的腰部 一样嘴巴就是咻咻咻咻咻 好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打开 Kardashian 一边一个一边一个 好好好 第四次就是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 一樣嘴巴都是咻 上下上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手交叉 就是手往上交叉 上 最後兩次呢 最後兩次就是你手在上面 但是你的腳在下面 然後最後一次就是深呼吸 然後吐氣 深呼吸 吐氣 好就是這樣七次 可以連在一起做 我們就做一遍好了 接下來顧潔表演16噸 不行 那我有配嗎 我們配 可以配音樂 好 連續預備 開始 1 2 3 4 5 6 7 好來 2 2 3 4 5 6 7 嘴巴記得要吐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5 2 3 4 5 6 7 8 然後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嘿 差不多是這樣 好 氣消了 謝謝兩位 對 氣消了 因為動作剛剛在講解 因為其實每一個事都要有那個 咻咻咻咻咻 把肚子從丹田這邊 然後那個氣這樣 咻咻咻咻咻 咻出去 那你就沒氣了 建設出去 對 你要把那個不爽 那咻咻咻咻 那你心裡面就不會有那個悶 就不會有生悶氣 做一次可以持續幾個月 其實持續不了多久 一生氣就做 一生氣就做 不爽就做 那你一天做幾次 其實我還滿常做的 所以他一天到晚都不爽 對啊 因為緊張就這樣 這種動作 我們陳冠宇老師都不用學 為什麼 對 因為他冰冰有理 他平和啊 他平常都太 你看他 老實在沒生氣啊 不要再想起 現在要來問一題 看他想起嗎 應該也是不會 來 冠宇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能夠讓我們活絡身心 活絡身心 真的是要身心靈很重要 對 所以身心靈要很重要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來打開我們的身心靈 所以說我們要先找到環境 所以可以讓我們活絡身心的風水格局 第一個我們要居住在面向公園 或是水邊的風水環境 所以有時候 海邊 水邊 河邊 有水的旁邊都可以 湖邊 湖邊都要有水都可以 因為你要知道說 我們氧氣 氧氣的粒離子 在水邊的氧氣的粒離子最高 那這種情況就會把我們的身心靈 就會調整 所以有時候你這樣 你說每天你還要去唱歌的時候 你已經癌症士氣的時候 你每天都要蹲在唱歌 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你躲在那裡跟陪了朋友在那邊聊的話 那個氣是不好的 你一定要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為什麼 為什麼很多人當他有癌症患者 已經末期的時候 他可以再活五年 十年 二十年都還在活 那這就很簡單的事情 事實上當你懂得說 運動 但運動還是要有空間嘛 運動當然 像剛才這個運動 排氣消氣非常好 沒有錯 但是如果這個消氣 它又在了水邊 在公園 粒粒子很高的時候那個地方 你的奮鬥精高的時候 把你的氣完全排除 整個粒粒子進來 當你運動的時候 我們的毛細孔 所以它整個把那氣吸進來 氧氣吸進來之後 你的身高 為什麼會癌症 就是你的氧氣不足 你像大腸癌 肢腸癌那個地方 為什麼呢 那個地方就是你天天 事實上你天洗腸是很好 沒有錯 洗腸是很好 水療非常好 但是因為你要了解說 有時候過度的時候 它會變飽 它會變飽 所以它變飽的時候 是不是吸毛細孔 它也會是一種影響 所以不要過度 反正是各種東西 就不會過度 但是我已經到這種 你不要管它 我倒覺得說你要多利用空間 利用你的身心靈的部分 要怎麼去解放你的身心靈 你常禱告也很好 你每天都可以 你可以在你 當你如果最能信任的 第一個教堂的時候 你到那邊做禱告的時候 當你看到主耶穌在那裡 在那邊禱告的時候 那種氣場你就釋放 你就會釋放 那我沒辦法去找 我可以 你可以今天沒事 我今天沒班 沒通告 你可以到公園 其實有水邊的河邊 像我們在台北很方便 你能夠到 像我們到內湖 內湖的壁湖 那個東西都好 那個湖水很乾淨 你可以到那邊 到大午山莊 那個氣很好 環境也很好 你就在哪一個毯子 哪一個塑膠布 就墊在哪個地方 靜坐 禪修 禱告 都可以 那這種先進的 在觀照 你這個時候 在觀照自我的本心 觀照自我的內心 那個磁場 你就是要消除 所以你的癌細胞 因為你如果 當你懂得去觀照的時候 才能放出 那種 比如說 當你 像你又會去當志工 去當義工 你不要小看當志工 當義工 當你去當志工 當義工的時候 你是把你所有的身心 完全激放出去 沒有本我 當你 我們到時候跟那個 養老院看到 有時候那種 看到他們 已經都完全不能自理 老人私自一堆那種 在那種環境 當義工的時候 當志工的時候 你會感到 那時候你忘記了我是誰 對 你只會關心他 怎麼關心他 怎麼讓他 很快樂 你會到養老院 你會帶給那些老人家 很快樂的時候 那種心情 完全忘掉 你是一個癌症患者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的精氣神 自動的就兜售起來 那這種情況就是 才能夠到 帶給我們所有的 那一個不好的力 我們的病灶就會產生 所以病症 癌症這個病症症狀 它就會慢慢消失 所以很簡單 只要一定要去找到 好的空間 告訴自己的內心世界 我沒有病的 你不要擔心 那人都是因為恐懼 而產生癌症的加劇 當你沒有恐懼的時候 當你沒有恐懼的時候 你癌症就沒有了 其實就像我們常常講說 我常常講說 那些人說 我先把你放 你怎麼去 你怕就死了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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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死了 這個一樣道理 所以你要說 當我是癌症的時候 你要更豪達 我用我個人觀點 我做更豪達的去 做你的人生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從你的身 到你的心 到你的靈魂 我們的身體 當然要運動 你癌症的時候 你不能運動 你每天都睡 睡不著你就不睡 你又不去運動 如果你去運動 運到氣消失掉 自動就會睡得好 你有運動嘛 心靈 心靈就是一種付出 我們心靈的付出 當你去做 完全的付出的時候 你那種氣場 你也會罷 那癌症 你就會 好的細胞進來 壞的細胞會淘汰掉 靈魂就是禱告 忘記本 像主耶穌交代 我交代給你 我交給你主耶穌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的身體上就沒有病灶 我隨時走的 豁達的痕 沒有關係 我能走的時候 是我的命 你人生裡面 不要掛愛 但人生裡面 你會走 你的活了五十歲 一百歲 都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放下 只要你懂得去放下 你就可以過得很快樂 你一切就不會有病灶產生 所以 好好的去找一個 隨便來 做你身心靈釋放 相信可以幫助你很多的運勢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來 我們休息一下今天的廣告 馬上回來 一月底 二月初才認識她 然後我 四月三十 就開刀了 那我那時候住院兩個禮拜 就很擔心 天啊 我四起 我出院她會不會跟我說 顧小姐 我覺得我們不太適合 結果她 妳會擔心這個 會 歡迎回來命運好好玩 前面就像唐玲講了 她現在去做很多的公益 當然她大部分的時間 她跟自己相處 好好地休息 然後努力地做運動 然後吃得很營養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然後另外花很多精神 是做公益 就像冠雲老師講的 你在做公益的時候 其實妳有愛的付出跟流動 妳自己反而得到很多 更正向的滋養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過程 我在治療癌症的時候 尤其是化療那一年 我整個停下來 因為不得不停下來 然後我就反觀我自己 我發現這個癌症 是我自己找來的 然後不管是身心靈上面 原生家庭 或是自己的個性 還有呢 對醫學常識的不了解 因此我後來 其實我現在這樣的狀況 有醫生都覺得 我運氣好 這算是一種 其實也有人說是神機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好好的 那我來做一些 回饋社會大眾的事情 讓大家不要跟我一樣 因為無知而得癌症 所以我就開始拍了一些影片 尤其是我又是 台灣十大抗癌鬥士 那這也是我 就好像選美小姐說 我要是得獎的話呢 我要做些什麼事情 來貢獻給社會 那我當初就講說 我要拍一些健康影片 把我的病程 不管是用文字 去貢獻給大家 然後在接下來 又是這個 陶生陽防癌基金會的 算是防癌大事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這樣子的短癮因 原本是用寫的嘛 後來我就做了短癮因 然後把為什麼會 我會得癌症 就是胃癌的成因是什麼 或者是癌症 到底是什麼東西 化療是什麼 很多人因為怕化療 就像我當初一樣 我因為害怕 所以我會逃避 會抗拒 或者是開刀 那開刀有傳統刀 跟微創刀 這是什麼回事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選擇 那我走過之後 我把這些過程 我把它分析給大家 就是我的經驗 所以你完全是 把自己奉獻出來 對 把自己奉獻 把你的病程奉獻 讓以後 讓有需要知道的人 都可以透過 你的這份奉獻 可以了解更多 對 然後像我去演講 我早上就上了一堂課 就是學生 大概有七八十個人 然後我把我的 告訴他們這些過程 他們有些下課之後 跑過來然後跟我流眼淚 就是說謝謝你跟我分享 你的生命歷程 因為他正好被詐騙 他被詐騙了 一個漂漂亮的女生 他被詐騙了五十萬 可是他想 他本來過不去 他覺得他活不下去了 可是看了我故事之後 他想說 我還健康 我五十萬可以再賺啊 那比如說我去教會做見證 有一些癌友會過來 因為他可能不敢化療 他想要放棄了 但是 因為化療真的很辛苦 可是他看到我化完之後 我還可以整張好好 不是說沒有希望的 那看到我分享這些過程之後 他想說 我有勇氣要去面對治療了 或者像 因為我的短影音 開始發送了之後 就每天那個粉絲 就是有一些回應 然後留言 有一些可能 比如說照顧者 因為他在照顧他爸爸的時候 我想說 我爸爸為什麼都不吃飯 為什麼 得癌症 你為什麼不要吃飯 醫生都說你不能不吃 你不能瘦啊 然後我就告訴他 因為 我們化療的人 我們食慾會改變 我們會沒有食慾 然後吃東西 那個味覺會改變 然後尤其 如果是有嘴巴破的話 會更不想要咀嚼跟吞咽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照顧者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說 你要趕快吃 你趕快吃 那 病人就會很煩 然後有時候會發脾氣 等等等 那這些呢 就是在我的 比如說臉書啊 或者是Tiktok 就會有一些回應 然後我才從那些 一封一封的回應 我常常看了 我都覺得好感動 因為有些人 他們不知道要跟誰講 或者是呢 或者是有些人 他跟我一樣得了癌症 他要開刀了 他被推進去前一個晚上 他睡不著 他就偷偷賴我 不是賴我 偷偷私訊我 然後就跟我說 唐妮姐姐我明天就要開刀了 可是我好害怕 我不敢跟我哥哥講 我現在蓋在棉被裡面 就是偷偷跟你說 因為我好害怕 然後我可以明白 因為他不敢跟哥哥講 他怕哥哥會擔心 可是他敢跟我講 因為我們就好像同病 同病相連 然後我就鼓勵他 開完刀會很痛喔 那我們要撐過去 就是把我的經驗告訴他 然後他就有勇氣去開刀了 開完刀出來之後 開完刀出來之後 也告訴我說 我現在第一天了 我要吃流脂 然後怎樣 我接下來要怎麼辦 然後幹嘛幹嘛的 他就這樣子 過了 就開到過了 然後就現在就是 正在還在治療當中 可是這個過程 我們覺得我們不孤單 那我也從這個生命裡面 我就發現 因為我以前很沒有 很沒有生命價值 在生病之前 為什麼我會生病 就是因為我覺得活得很不開心 所以我才一直抽菸 那抽菸就是我得癌症的原因 然後為什麼要抽菸 就是因為我心裡很多痛苦 然後我覺得活得沒有價值 雖然外表看起來 好像光鮮亮麗一個女明星 可是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痛苦 那沒想到得了癌症之後 現在人家看到我 就說 以前你只是外表漂亮 現在很多的粉絲 就說你現在外表美 你的心也很美 是 說好 對 我就覺得 好像雅蘭姐一樣 因為雅蘭姐是給大家 這樣子的感 雅蘭姐 鮑如姐 美鳳姐 就是人美 外表美 內心也很美 是 讚 好棒喔 照顧好自己 對 繼續 對 但是我們還有教你一招 好 就是除了那個什麼消氣操之外 我們還要請陳冠宇老師 教你什麼樣的風水配件 可以驅散併氣 好 對不對 能夠我們 能夠驅散併氣的風水配件 就是所謂風水配件 就在家裡面 你的房間 你的周圍 你能夠有這個好的東西 要做什麼 窄屋 你不知道能夠在玄關 或者也可以在你的臥床的床頭 後面都可以 擺有孔雀乙毛扇 像這樣 孔雀乙毛 孔雀乙毛素有吉祥如意 富貴亨通的意思 但孔雀它本來就是一個 可以欺謀避邪 你看我們在宗教的法師裡面 常常會有 欺邪的時候是拿孔雀 把它你拍 其實上在很多宗教裡面 儀式裡面都有用孔雀乙毛 來做儀式 所以你看 不管我們佛教 道教 你去到新耶穌基督的 他們也有孔雀乙毛 他用白孔雀乙毛 所以那個乙毛它就是一個 代表非常尊貴 它可以提升我們的氣場 可以排解我們空間的 那個負能量磁場 所以你想孔雀在那個地方 它是孔雀屬於羊鳥 它是集養的一個鳥類 所以集養鳥類 它這種基本上 你看這個 它是眼睛狀的 它的眼睛狀的時候 它自然就是一個避邪物 所以那個邪靈看到這種時候 它就散掉了 所以它就未入侵 當你家裡面 因為為什麼我說寫說 要在我們玄關 因為玄關是一個家裡面 進出以後就像我們人 人體玄關就是喉咙 喉咙這個地方 有一個孔雀站在這個地方 一吃進去就有一個過濾器一樣 把那個肺器 外面的你的煙氫再煮 我們所有人的一生當中 都是有來生 有未來生 未來世 還有前世今生嘛 你有今生 有未來生 所以也有過去與未來 這三個當然都在這個 相互的比較而產生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不管過去怎麼樣 但是現在如果尤其現在 在你身體上 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身體不要不健康的時候 或是身體有一些感覺怪怪的 是不是有卡因或什麼 其實都可以在你家的玄關 在喉咙這個位置 你把它裝有過濾 在吃東西吃進來的東西 都經過幫你做一個 很好的過濾的時候 相信在你這個家裡 你這個健康上 就會完全做化解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帶給我們家人 或是個人的福氣 或是個人的病灶 能夠完全沒有病 把這個病膜消除 變成那個安寧 那種安寧不是說 我去安寧病我那種安寧 而是心靜 心的平靜安寧 那種心的平靜安寧當中 你當你有病膜 在你身上的時候 那個病膜看到 譬如說你看到孔雀 這種避邪物 它自動消氣 這種消氣之後 你自己可以實驗 所以有時候 我常常會拿這個 風水的配件當中 去做一個實驗 譬如說 你現在去拍 以前有那個 克里斯光的 拍人氣的光芒 當他拍人氣光芒的時候 拍出來它是什麼 顯示什麼光體 當你在用孔雀的時候 你把它帶在身上 你帶幾天 睡在這個空間以後 你再拍一拍以後 這個氣場就會改變 事實上就是 它可以除掉晦氣 所以有時候 你當你去看孔雀猿的時候 如果各位可以試試看 當你出去參加動物館 到所有的動物館裡面的鳥類 你到孔雀園區裡面 你注意一下 在那個空間裡面 就有一股不同的一種能量 你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試驗 其實到了鳥類鳥園的時候 你注意到 到那個地方空間就會改變 所以有時候孔雀 鳳房 有些人養鳳房的位置 你到那邊你就覺得 它是集氧的東西 這個集氧的東西 你到那個地方 那個氣場 就完全改變 當你常常跟這個地方接觸 你就可以吸收那種 很好的一種能量進 正能量進來 負能量就消失 所以我們不可能去養一隻鳥 那怎麼說 很簡單 就一個孔雀羽毛 擺在你們家的玄關 或者在你睡覺的床樓 掛一下 這個都很容易去拿到 那相信對它的 你的人生上的 煙親債主 那是病謀 一定會相對的幫助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手機拿出來搜尋一下 孔雀羽毛哪裡滿 好 應該都有 很簡單 謝謝老師 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對自己會覺得急躁 對別人會不信任 但是這時候是穩如泰山 有耐性的 聽你訴說抱怨 別人可能你說三次 別人已經不想理你了 我還在 提供資源和耐性 你會覺得它一邊 它在接住你的情緒 另外一邊你缺什麼 它就真的 比如說三餐給你送來 或者晚上要陪你聊聊天 讓你睡覺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棒的 說顧姐 你生病到現在 那個很照顧你的男朋友說 認識才兩個月 對 那意思就是說 在認識你一個月之後 你就發現你生病了 對啊 我在一月底二月初才認識她 然後我四月三十就開刀了 妳在哪兒認識的男朋友 那時候 就朋友 間接介紹認識 朋友介紹的 那我那時候住院兩個禮拜 就很擔心 天啊 我四起 我出院她會不會跟我說 顧小姐我覺得我們不太適合 結果她 妳會擔心這個 會 對 因為有兩個晚上 大概十點 十一點 我打電話就找不到她嘛 那她可能就睡覺 或者去洗澡之類的 我沒有讓她到醫院來照顧我 我有請看護啦 因為你二十四小時 讓人家照顧實在是太折磨了 對不對 像唐寧也都 而且那時候沒化妝 對 她素顏也是一樣漂亮 對啊 我素顏也很美 對啦 一樣漂亮 唐寧很會聊天 要鼓勵妳 結果她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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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她還在 而且她上禮拜還跟我說 她會不離不棄 讓我好感動 美麥 美麥 妳怎麼哭哨一聲呢 人家是叫妳 咻咻咻咻 那妳現在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自動消氣燒 妳很可愛 妳在生氣還是嫉妒 人家這個叫做患難見真情好不好 是 其實真的 我在患難我就發現 當那個時候 我也是在得癌症那個時候 本來有一個男友在追求 後來我發現 我跟她不適合 我生病之後 我才發現我跟她不適合 因為我以前都會幫她想理由 比如說我開刀的時候 她沒有來喔 她說要開刀啦 那我就是去了也沒有用 是歹樓那邊的人 他說我又不是醫生 我也沒辦法幫妳開刀 所以妳開刀 妳去開刀 我要去工作啦 那等到妳開刀 差不多結束之後 差不多二十天了 我再去陪妳 好啊好啊 不好不好啊 我就覺得怪怪的啦 因為那時候 我本來還沒有推進去之前 我都覺得好像有道理耶 可是等到我推進去手術房 再推出來之後 我就覺得不對不對 這樣不對 這個真的是 可是妳開刀中間都在講這件事喔 沒有人都在昏掉了啦 沒有 就是醒過來就覺得說 這個是愛嗎 他不是很愛累的吧 很愛累 很想累啊 累是我的全部累的好美的 我要愛累一輩子 有足夠累啊 結果奇怪怎麼開刀人沒去 都沒有喔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問說累開刀累有沒有錢啊 你有沒有吃啊 你有沒有看護啊都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好像是因為他太忙了 然後他的 當然就是 時空就是不適合啦 所以後來我想一想 我覺得我要認真抗癌 因為他 皮膚不是很好啦 有時候會很生氣啊 所以妳就 塵森蘿 都行 把悲香爽 對 我就講說 我沒有辦法在那個 因為他會 找不到我 他就會很擔心啊 所以妳現在就分手了 對 就是覺得 就我覺得我可能 沒有那個分錢 可是妳分手之後 妳會覺得 是變孤獨了呢 還是覺得說 省了一個煩心事 省了一個煩心事 還有就是 他就可能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對象 我真正的關照我自己的內心 我要的是 一個可以互相關愛的人 然後我可以打開心 他也可以打開心 那 就他不是那一個人 好 沒關係 慢慢找 來 找到一個患難有真情的人 好不好 白玉老師 什麼星座的人 就容易找到這樣子的人 真的 我覺得 通常都是遇到生死 才知道情感是一個很棒的寶藏 在此之前都是追錢 追利益比較多 但事實上追錢我也經歷過三次生死 這是真的三次冰死經驗嘛 就真的經歷過之後 你會知道物質生存 它是幫助我們提升自己的靈魂 但是情感才是幫助我們理解 這一趟來的經驗體驗 最後給自己寶貴的財富是什麼 這一趟沒有白來 那我們來參考一下太陽上升和水行 這三位朋友的特質 大家可以多教他們 好 來 第三名 天蠍座 亞蘭傑 然後還有顧傑 上升天蠍 還有篤林哥是水行天蠍 來看一下 協助奮起 保護付出 這一份情呢 重在保護 就既然不管是男女朋友 親密關係還是家人 還是一般就是同事 只要我跟你緣分好 天蠍會保護那個人 那保護什麼呢 保護 如果他現在缺人幫忙 他就會出現 沒有人 那天底下怎麼可以這樣 我一定要出現 讓這個人知道 老天還是照顧他的 不要讓他泄氣 那如果是對方沒有錢 他在能力範圍內 還是會說你缺錢嗎 需要多少現金就直接奉上 也不用你去提款卡提款 是不是 對 連這種細節都想好了 還有就是 最主要是給對方心靈的動力 就是不會說 你不能這樣 你要那樣 而是說 你這樣很棒耶 可以持續啊 你沒有發現嗎 他就給一個引擎的作用 讓對方自己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這樣 就努力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朋友 就是我們要跟他們做好朋友 好 來 第二名 金牛座 金牛座其實它很實際喔 提供資源 耐心珍視 就當我們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對自己會覺得急躁 對別人會不信任 但是金牛這時候是穩如泰山 有耐性的 聽你訴說抱怨 別人可能你說三次 別人已經不想理你了 金牛還在 然後反過來說 當你對自己沒耐心說 我這個人就是活該 我自找的 金牛就會說 可是也不是啊 因為當初怎麼樣 所以你才這樣啊 你也不是這樣子 就一竿把自己打死嘛 對 所以金牛的這種 提供資源和耐心 你會覺得他一邊 他在接住你的情緒 另外一邊你缺什麼 他就真的 比如說三餐給你送來 或者晚上要陪你聊聊天 讓你睡覺 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棒的一位朋友喔 好 那第一名 巨蟹座 支持安慰 溫暖堅定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全世界包括心都是涼的 只有巨蟹的溫暖 會讓我們記得說 其實這個世界有陽光的那一面 而不是只有 不是由我現在鑽牛角的這一面 所以這個溫暖很重要 那這個溫暖來自哪裡 就是他一點一點的去安慰你 你現在心情不好嗎 我昨天看你吃的少 為什麼吃的少呢 也許別人沒發現 你自己也沒感覺到 但是天蠍幫你注意到了 他有點像爸爸媽媽一樣照顧你 哥哥姐姐一樣溫暖你 更像你心裡面召喚的那種 誰來幫幫我 那種無助求助的時候 那個小英雄來 小天使來幫助你 所以這三類特質 不一定是這三個星座 我們心盤都有這三個星座 這三類特質的人 保護你 對你有耐心 溫暖你 不管是什麼朋友 永遠要留住他 對你來說永遠是一個財富 謝謝 謝謝老師 來 之後我們來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活力滿滿 來 我們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們在哪方面能夠活力滿滿 我們的數字有 4873 1467 8450 2552 來 顧潔 選一個 選一個 我要第一個 4873 來 唐玲 8450 好 最後一個了 2552 來 白玉老師 8450 來 4873 1467 8450 2552 1 2 3 2550 2552 應該也跳抓 創贏 三星而已 三星而已 大家都選的 冠玲老師 還有我們兩位主持人選的 2552 開始 好了 來 這個是 身體康泰 精神飽滿 是我們的身體健康 活力滿滿 然後接下來呢 是唐玲跟白玉老師選的 8450呢 是我們 事業勃發 易如反掌 是我們的事業順利 活力滿滿 是喔 然後再來 我們來看看 沒有人選 可是我們可能觀眾朋友選的是 人脈互通 八面玲瓏 是貴人桃花 活力滿滿 然後最後呢 就要恭喜 顧潔 理財規劃 蓄勢待發 當然是我們財運掌勢 活力滿滿 恭喜 好 很好 好 所以祝福兩位 越來越健康 好不好 天天開心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感謝收看 拜拜 拜拜